三朝真义南平纪颠开示词与356期2023年5月9日有声传闻 黄昏时刻想回家,显明到存在于有形、无形的内心深处 原胎佛子是带着至世的使命下凡 面临因果业力、忏悔、回想、听课、建功与内修 利愿的种类与重要性 乐愿才具备回天的基本资格与条件 丢弃食物者损服报,不能轻忽 大脑对于人体的重要机能 延缓脑细胞老化的方法 徒儿们都坚持到最后,真是太好了 参加法会要坚持到最后一秒钟 虽然实际上你们的心理也有点想回家了 为师知道在黄昏时刻 你们自然而然会升起想要回家的心 但是今天如果没有看到仙佛灵堂 又会感觉很遗憾 好像有什么事情没有圆满 所以为师来做最后的收缘 让你们能听到仙佛说道理 又能满足想要早早必搬的愿望 为师今天不要说得太久 以免徒儿们归心四见 因性利愿通道而不妄愿 因愿而行愿道而勇敢行 因行而正行道而生克正 因正知性正道而永恒性 先报佛好 无乃是南平记巅峰 母命来到得深圣佛堂之中 进入佛门早已恭敬参口 黄母慈架在问诸位徒儿们 是否真心诚意想要回到真正的家呢 黄昏时刻想回家 显明道存在于有形 无形的内心深处 今天的时间不是太晚 徒儿们就算想回家 也不用急着归心四见 黄昏的时候是天地阴阳交界的时刻 这时天地间的气息相当混乱 所以在白天与黑夜交界的时刻 人们会自然而然想要回家 这种现象不止在台湾有 在世界各国都是一样 只要在白天跟黑夜交界的黄昏时刻 都会让人们自然而然产生想回家的感觉 这也表示上天的道存在于人人的心中 因为天地明亮的光要转入 黑夜的暗时后 这是要结束的时刻 是一个循环 也是人们该回家的时间了 这种想要回家的感觉 不止存在于有形的人们 对于无形界的三草猿人 无形界的灵魂 无论有修 没有修都是一样 在这个时间也会产生想要回家的感觉 对于无形猿人来说 他们实际上是没有家可以回的 但他们也想要回到某个属于他们的地方 对于山妖水怪来说 当他们有固定某个修炼的地点 黄昏时刻他们会想要回到修炼的地点 对于在人间飘荡的游魂来说 这个时间简直是一种刑罚 因为游魂没有家可以回 也没有一个归属的地方 对于的曹中受刑罚的罪魂来说 他们也是可怜的 因为他们也没有家可以回 在白天与黑夜交界的时刻 天地间所有的人们 与三草猿人都兴起想要回家的感觉 这就表示上天的道存在 在每一个人以及每一个灵与魂的内心深处 原胎佛子是带着治世的使命下凡 所有的人们来到人世间都是有因缘而来 不是随便就让人们在人间投胎的 而对于带着大怨而来的各位徒儿 你们则是来人世间治世的 最初皇母让大家来到人世治理世间 简称治世 既然是来治理世间 表示这个世间是有坎坷 有不圆满 有曲折 有挫折存在的 这个人间若已经是个和平 圆满又完美的莲花大同世界 大家就没有必要来治理了 这世间是一个混乱的红尘 徒儿们是以愿力来到人世间 来处理许多不圆满的现象 既然如此 你们以前的人生中一定会遇到痛苦 会遇到不圆满的事情 现在虽然修到了 仍然会有不圆满的事情发生 而以前你们在人生岁月当中所遇到的不圆满 主要是源自于自己类似的因果业债而来 人们带着治世的愿来到世间 本来就应该不留俗的 也就是你们来到人世间是要以大智慧 大慈悲来帮助人们 但是你们来到红尘之后 竟也受到红尘所污染 同话 于是也跟着造罪了 只好遭受审判轮回在六道中 如果徒儿们带着大愿来到人世间 并不留俗 没有受红尘的环境所污染 那你在每一世的投胎之后 都能再圆满地回到上天 而且因为没有罪业 所以每次在人间投胎都是成愿而来 如果是成愿而来的徒儿 在人生岁月当中就不会受到太多凡尘的辛苦 也不会因为人生的痛苦而折磨到心力交瘁 但成愿而来的徒儿会承受一种特殊的苦 就是承担众生罪业的苦 也就是说 如果徒儿是成愿而来 本身没有罪业 但来到人间仍然会受苦 而这种苦不是自己本身的因果 而是因为来帮助众生 分担 分摊了一部分众生的因果罪业 所以才受苦 许多徒儿在修道过程中仍然会有不顺的事情 也会有挫折感 因为刚开始修道的阶段 上天会给大家很大的险机与印证 所以你们会发现 刚开始修道的时候非常顺 没有修道之前的不顺都不见了 但是 在继续修道几年之后 慢慢出现了困难或挫折 这就是在修道当中 渐渐的 你们要分担 分摊众生的罪业 至于带着大怨而来的徒儿 因为你们有大怨 所以你们的信心是坚强 坚定的 即使在修道中遭遇各种不顺途的事情 仍然能够见招拆招 遇见一座山 就跨过这座山 遇到一条河 就勇敢的涉水过河 不会受这座山 这条河所阻挡而放弃修道 但是 如果你在修道中 遇到一座山就打了退堂骨 觉得这座山太高 体力不够 太难爬了 这就是因果业债在阻碍你们修道 遇到一条河 明明很浅 但你却不够勇敢 觉得走过这一条河 袜子 鞋子会湿 怕麻烦 因此决定不要走过这条河 这就是因果业债在干扰你们修道 徒儿要非常明确的认知 在修道当中虽然会遇到困难 但你们仍然有勇气继续走 那就是愿力 慈悲心支撑你们往前走 但如果遇到一座山 一条河就走不过去 跨不过去或想放弃 那就是因果业力 面与因果业力 忏悔 回向 听课 建功内修 面临因果业力的时候该怎么做 首先要忏悔 功德回向也很重要 但首先要忏悔 忏悔自己曾经阻挡别人修行 忏悔自己曾经对别人做了不好的事情 如今才必须承受果报 受别人所阻碍 阻挡 再来既然自己曾经伤害过别人 阻断过别人修行 当然要偿还 偿还因果最直接的方法 功德回向 有了忏悔心 也以功德回向来消除因果了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眼前这一座山 这一条河已经不见了 那就的勇敢再继续往前走 但是要勇敢往前走也没那么容易 所以要听课 听课会带给你们修道的力量 也会带给你们继续往前进的勇气 宵夜 功德回向虽然很重要 但是要谨记 功德回向并不是修道的全部 就算徒儿们这一辈子把六万多年来的因果都销完了 这样还不够哦 并不是这样就能回天 你们还必须建立功德 还必须内修德行 宵夜只是本分而已 既然曾经亏欠于他人 那欠债还债就只是本分 当债务还清之后 内德也要修出来 还要去行功德事 行功利得 真正利益众人 徒儿们看 历代的圣贤先佛哪一位不是利益众生 如果观世因菩萨不是四处搭帮助道 帮助百姓 解救百姓的苦难 如今怎会加加败观音 若不是对众生有实质的帮助 众生怎么会尊敬 佩服呢 所以徒儿消业只是本分 而行功德事 行功利得才是实质的了愿 利愿的种类与重要性 说到利愿这两个字 就是利愿来的心 利就是建立 所以利愿就是建立原来的心 在法会的时候 有哪些愿可以立 六条大愿 众圣清凡 采法双师 亲口如素 设立佛堂 开荒下种 舍身半道 在法会中虽然没有让大家烧表文立这些愿 但是大家可以在心里下定一个决心以后 一定要立这些愿 或者也可以说出口来表达自己以后 定要做到这些愿 如果已经烧过表文的愿 就是向上天定立了契约 也就是写了一份契约 向皇母表白自己所立的这个愿 是下定决心的 这一辈子绝对不更改 这是一个坚强 绝对不会背叛皇母的心愿 为什么烧过表文的愿会让大家很安心 又为什么会获得诸佛菩萨很大的担保 当你们遇到紧急危难却能逢凶化 即很大的原因就是 你们立了烧表文的愿 这是一个很坚强 很坚定的愿 这是立下很重大的契约 既然土耳敢立下重大的契约 上天当然就可以为大家做到最大的担保 至于有些愿大家还不敢去烧表文 没有关系 可以在心里先许下愿望 希望自己往后可以达成 或者说出口告诉上天往后想要达成这些目标 无论是在心里许下愿望 或是说出口成为愿 或是烧表文的愿 上天都会依照你们不同决心的程度 给予不同的波转 即使只是许下心愿 上天也会给予少许的波转 许心愿是不能对上天要求太多的 这就是上天的公平 依据大家所发的心 所表白的诚心 而给予不同程度的波转与护佑 立愿是建立原来的心 了愿 了就是去完成 所以了愿就是完成原来的心 既然要完成原来的心 就必须去做 去行 你们护持上天的信心 救众生的慈悲心 从哪里看得出来 就是从立愿心愿 口愿 以及烧表文的愿当中 来表示你们是不是真的 想投入普度圣液来救度众生 在说道清口愿 为师鼓励所有的道清 在求道之后要渐渐学习持斋如素 一段时间之后希望你们可以立清口愿 当你们立下清口愿之后 诸天先佛有更大的权柄去拨转世界性的劫难 劫属上天也有更大的权柄可以去拨转各地方地区性的供业 如果你只是求道上天拨转的是你个人 但当你立了清口愿 上天才能依据你们的愿去拨转世界各地的重大灾难 或是重大的贡业因果 所以为师希望所有修办三草普度的徒儿 至少都要立到清口愿 为什么清口愿这么重要 因为持斋如素是停止造杀业 徒儿想想这世界上那么多的人口 如果地球上所有的人们都不再吃动物肉 这世界上所减少的是相当相当巨大的杀业量 目前白羊道场有非常多的修道士已经立下清口愿 所以上天可以一次又一次转世界性的各种结束灾难 包括天灾与人祸 因为大家所立的清口愿是指杀业的愿 这是一个非常慈悲、神圣、尊贵的愿 所以为师希望不止现场的徒儿能尽力做到 也要尽量鼓励亲朋好友学习持斋如素 至于从婚时改为素时的好处 在医学上已经有太多证明了 而在三草法会下午的这一堂课 典传师们都会讲解持斋如素对身体健康的好处 就是要持续鼓励所有的人们都能尽早持斋如素 先习惯持斋如素的饮食之后 才有可能尽而立下清口愿 无论是求道或立下清口愿 这跟人们修各宗教都没有任何冲突 所以徒儿可以鼓励身旁还没有求道的人都快求道 求道之后才有立下清口愿的资格 这一项工作留给徒儿们平常做功课 乐愿才具备回天的基本资格与条件 大家立愿 然后乐愿 当大家懂得持上天的三草圣夜 这才真正是在乐愿 乐愿才具备回礼天的基本资格与条件 徒儿想想 如果一个人平常并没有对其他人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情 例如 他只是一个很平凡的家庭主妇 平常在家里照顾丈夫 小孩 若是这样也能回到清静的无极礼天 那回到礼天似乎太容易了 但是 上天仍然很慈悲 即使是这么平凡的家庭主妇 亦生存着善良的心 没有害别人 也没有做不对的事情 虽然没有资格回到无极礼天 但再往后说不定上天给他静听经所听经文法的机会 说不定能静的辅招待所 也就是说 他虽然一身烦 无大功德 但至少不需要受苦刑 丢弃食物者损福报 不能惊呼 大家看到在地狱道当中 或转为四身动物的众生 他们必然是在世的时候 有犯下重大过失与重大错误 上天才会失与刑罚 让他们去受刑或当动物 做牛做马 图儿们看 如果一个人只是丢弃食物 他就必须到恶鬼道去 这样因律就很可怕 对吗 所以一位猿人会沦落到恶鬼道 绝对不是只有丢弃食物或糟蹋食物 最主要是他的存心 他的心地不好 是不良善的 残忍的 不慈悲的 也就是说 存心不善再加上行为的糟蹋食物 才会沦落到恶鬼道 否则若只是丢弃食物 就会沦落到恶鬼道 那糟糕了 恐怕徒儿们也要到恶鬼道了 因为你们都丢弃过食物 曾经把菜放到臭酸 然后倒掉 曾经把水果放到烂掉 然后丢弃 家里的饼干 零食被蟑螂咬了一口 被蚂蚁爬过 你们就不吃了 然后丢掉 所以如果只是单纯丢弃食物 还不至于沦落到地狱去受刑罚 不过 虽然你们丢弃食物是因为不小心放坏了 不小心被蚂蚁爬过了 你们并不是故意要丢弃食物 为师要告诉大家 食物是上天让人们养活肉身的重要粮食 重要资源 就算是不小心放到坏掉才丢弃 这也会折损你们个人的福报 所以也不可以轻忽丢弃食物 所以也不可以轻忽丢弃食物这件事情 人类的肉身是大家行公了愿 修半道当中很重要的工具 你们可以透过肉身来求道 来历清口愿 来行公了愿 所以肉身是你们成道回天的重要工具 黄母保护大家这个成道回天的重要工具 因此在地球上 土壤能生长出各种人类能吃的食物与植物 让人们来养活这个 行公了愿的重要工具 所以从土壤生产出来的食物 也是上天黄母的重要恩赐 是上天重要的恩惠 所以不能任意丢弃食物 而现在很多食物其实是人工食品 例如健康食品 这些人工食品一开始就不是从土壤藏出来的 是人们透过各种机器、仪器 以化学原料制造的 就算如此 这些非天然的食品仍然是提供给人们肉身重要的营养素 你们既然买了这些非天然的健康食品 就有义务要把它吃完 徒儿们要注意的是 在购买这些食品之前 先打听一下 先看一下 是不是含有动物成分 是不是含有金属的成分 是不是含有有害人体的化学成分 看清楚再买 一旦购买之后 你们就要将它吃完 因为它也是食物 大脑对于人体的重要机能 为什么三草原人很羡慕你们有肉身 因为你们的肉身有一个很重要的大脑 大脑支配人体全身的功能运作 你们能活着 能顺利的动作 说话 看到东西 听到声音 说出话来都是有大脑在协助你们的生活 当你们学习佛归礼节 学习背诵先佛的佛号 你们每天背诵 每天学习动作 一段时间之后 会发现你们不需要经过思考 自然而然就会念出佛号 自然而然就会做出佛归礼节的动作 自然而然知道怎么叩拜 这就是大脑在帮助你们 因为你们重视的事情 学习过的事物 被送过的东西 由大脑帮你们调整过 成为你们的习惯性动作 成为不需要思考就会有的反应 徒儿们在道场修办到 许多事情做习惯之后 自然而然知道怎么做 所以一开始的学习非常重要 你们重视什么事情 学习过什么事物 大脑就会成为你们重要的辅助工具 帮助你们学习 记忆 帮助你们建立习惯 建立习惯性的动作与反应 但是三草原人没有大脑帮助他们 因为三草原人没有肉身 所以没有人体的大脑 既然没有大脑 他们如何学习新的事物 就必须运用专注力 很专心的去想 很专注的去思考一件事情 才能发挥助到的力量 而你们不一定要很专心的学习 拖的也能把地板清理干净 不一定要很专心的思考怎么煮菜 也知道要先洗菜 徒儿拥有人类的肉身在帮助你们行公乐院 但三草原人没有这个重要的辅助工具 所以他们必须比你们多出十倍的专心 多出百倍的专注力 至于三草原人需要付出多少专心或专注力 看每一位原人的内修程度 内修功力而定 就如同每一位徒儿在学习当中 有的人只需投入一点点心思就学得很快 而有的人必须投入很多的心思 延缓脑细胞老化的方法 为师要再告诉大家 人类的肉身有出生 最后也会衰老 会死亡 而人类的肉身通常在50岁之后 就会开始出现记忆受损的情况 也就是说 通常人们在过了50岁之后 慢慢会遗忘事情 最明显的就是遗忘人的名字 如果这个人你没有常常看到他 不常叫他的名字 到后来会叫不出来 甚至完全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在道场当中 因为大家经常听课 所以脑细胞活化起来 借由听课可以增强修道人的记忆力 可以延缓老化的现象 是延缓 不是绝对的 刚才为师也说过了 当大家透过学习 渐渐的 大脑会将你们所学习过的事物 转化成为你们的习惯性动作或话语 接着 大家还得继续学习新的事物 在道场当中 透过听课 透过身体实际的行公乐院 以及平常习惯性的对旁人说道理 成全与结善缘 这样你们的脑细胞也都会延缓老化 透过结缘 透过说道理 对道有很多的体会 会促进脑部不断的思考 会让脑部不断的建立神经连结线 产生新的连结 使老化的现象延缓 不过 有的徒儿 有的人是提早老化 也就是不到50岁就开始容易遗忘事情 遗忘人民 这样的徒儿 这样的徒儿自己要非常小心 表示因果原人已经来到身旁 促使身体的老化现象提早出现 这时除了宵夜之外 平常的无畏师与法师就变得更重要 因为身体提早老化 脑细胞提早老化 想要让脑细胞再增强活力 必须依靠经常法师 说道理 与无畏师 所以不到50岁就经常有遗忘事情或丧失记忆的徒儿 除了功德回向消夜之外 一定要加强法师与无畏师 这是很重要的 为师把方法告诉大家 平常留时间给大家做功课 为师不多言 让你们早一点闭班 早点回家 为师今天说的道理只是概略性 重点式的说法 为师如果要阐述一篇很完整 很详细的道理 还得用时间来完成 所以通常仙佛灵堂会有两个小时或三个小时 今天让大家能听到仙佛说道理 又让大家可以早点闭班 满足你们的愿望 大家都法喜喜悦 这样很圆满 徒儿不可以每次法会时心里都想着希望可以早点闭班 若是经常这样想 仙佛以后就不会说很多的道理了 因为你们想要早点闭班 这样好吗 不好 所以徒儿们不可以发出想要早点闭班的念波 不然仙佛要救众生 又要达成大家的心愿 这样就两难了 是否一天三草法会的时间其实并不长 为师希望法会当中每次都能见到老面孔之外 还希望有新面孔出现 新面孔跟老面孔一样重要 三草法会没有限定资格 年龄 性别 没有限定许多条件 就是要大家在三草法会当中不断重复的听课 就算是信愿行政 或班归 或身心灵环保 每次的课题虽然都一样 但为师希望徒儿一听再听 听到滚瓜烂熟 听到随口就能说道理 听到往后你们也可以说出信愿行政的内容 不是只有点传师才能说出信愿行政的道理 每一位唐主人才也都能说得出 当你们说得出口 才知道如何向道卿说明道理 才知道如何协助后进人才 才知道如何对道卿以外的人结缘讲道理 三草法会现场有新面孔当然很重要 因为有新面孔 表示道物在持续发展当中 如果在三草法会全部都是老面孔 那为师要担心了 表示徒儿没有持续去度人 成全 为师话不多说 先辞扣母价 如果徒儿想要成全你们身旁的人持摘如素 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带他回来佛堂吃饭 无论是平常到公共佛堂吃饭 或是带到法会当中来吃一餐中午的素食便当都可以 因为徒儿你带他来吃一餐素食 他就减少吃一餐的肉食 这是鼓励人们如素最简单的方法 许多人对于素食有偏差印象 实际上 咱们这素菜煮的可真好吃 法会的素食便当真的很好吃 连三草原人也想吃一口看看 所以带人回佛堂吃一餐素食就能改变他认为素食不好吃的观点 又能减少他吃一餐肉食的沙液 这就开启了他往后早日持摘如素的重要因缘 这么简单的方法徒儿们懂得怎么做吗 懂 带你们的亲朋好友 同事或家人来 只要对方还没有如素 就先带来佛堂吃个饭 这么简单的方法当你们去做了 就会发现原来成全人吃素很简单 你们就会越来越有勇气成全更多人持摘如素 为师已经辞扣母价 今天就让大家早早必斑 大家高兴吗 有人回答 高兴 操持 恭请恩师慈悲 对 要说恭请先佛慈悲或恭请恩师慈悲 先佛问话的时候 要知道怎么回答 为师先走了 等一下 徒儿们就立愿 谢恩 下次再会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